开发都是提前要半年多 那么这个就现在是讲到Summer了 2020年Summer的开发趋势 基本上从颜色上讲的话还是Natural的 就是自然的这种颜色为主 一个呢森林 就是森林的大地的颜色 再一个就是海的颜色 这里边呢我们主要的客人对我们来讲是Ticos 我们是永远发落它的流行趋势的 颜色上就是一个是大森林的 原始森林的 再一个是大海的 大海就是海水啊沙子啊 这些比较Natural的 花形上呢就是这种像这个热带椰子 椰子叶的这种花形上 那么因为我们既要发落它的颜色 也要发落它的那个花形 那么花形是以这个 这种森林的原始的 热带的树木为主 颜色呢就是主要还是围绕这些 有一些配套啊 但是万变不利其中的说 要围绕着这个大地 围绕着森林 那么后边这一种呢就好像是颜色的话 第二个大色就是大海 大海的颜色啊 像这种大海的颜色 自然色 大海的颜色呢海 海里有岩石 岩石也像大地的沙子色 追求这一种的花形呢 就是还是这种热带 热带雨林花的花形 再一个提倡什么呢 贝壳 各种贝壳的Natural的 去年流行的是金属的口子 这种金的金灿灿的 明年的流行呢 就是Natural的像牛角扣啊 贝壳扣啊 是这种的扣子 花形扣子啊 另外就是往年呢 就是对比度大 好比说我的底色是黑的 我绣的花 红的绿的各种颜色都有 但是明年的流行去世 那就像这种的 这种白的绣白的 红的绣红的灰的 这种颜色的流行 我们都是follow它这个流行去世的 从这个款式上讲 这种荷叶呀 绣口这种像灯笼绣啊 这种的还是明年的流行去世的 明年春天的流行去世 有一种Tunic它很长 这种风格呢 流行是像啥呢 印度的风格 印度的民族风 你看这个都很明确的 就是以贝壳为主嘛 大海嘛 大海里边有岩石嘛 你看这个配色的话 像这种贝壳 变形的贝壳 就把它艺术化了啊 但是也是围绕着这些在做各种各样的开发 因为我们给Ticos做的话 服装部门我给他六到七个部门在做 有配件部门 有服装部门 服装部门它们有很多很多部门 分这个Dress啊 夹克呀 Tower呀 它有分很多部门的 所以我们的开发都是Focus它的焦点上 颜色上 根据它们不同的像 accessory 它们就是像Luana呀 Puncho啊 就是没有袖子的 这是属于配件部门的 夹克衫呢 就是这种夹克的 Tower呢 通常这种面料 从面料纸地上讲 就是不齐重 装在包里边走出去的时候 你随时掏出来 皮特身上没有重 适合你出去旅游穿的 比较简单 轻便 基本上流行趣事上 我们都是根据Chicos每个季节 它等于就是一个月 两个月 有时候一个月 两个月 就给我们一次流行趣事 我们就会根据它的流行趣事 再回去寻找适合它的产品